大家都知道,娱乐圈中最不缺的就是有颜值的女星了,但是既有颜值又有演技的女明星却并不多,当然,杨幂赵丽颖就算其中的两位比较厉害的角色,雷杨幂自从走红之后,不管是家庭还是事业都是一番丰盛的,但是赵丽颖却一直连一个男朋友都没有找。 那么赵丽颖的那些粉丝们就很好奇,都想看到赵丽颖能早日找到自己的白马王子,那么最近赵丽颖终于自爆自己想结婚的想法了,小编给你们爆料,赵丽颖在某次采访中就提到过自己的终身大事,并表示自己想在35岁的时候能嫁给自己的爱情。 看样子,银宝还是真够听的啊,目前事业还是他最重要的东西,对于一般女星来说,35岁已经算是晚婚了啦。 不过在娱乐圈这就不足为奇了,算是正常的婚嫁年龄了。 更令人们吃惊的是,银宝竟然连孩子的名字都准备好了,分别就是大包子和小龙虾,娱乐圈里面众所周知,银宝算得上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吃货了。 可是你这么给你的宝宝取名字,他们长大了会不开心的吧? 哈哈,银宝还真是可爱呀,不过这也是他一时兴气说的玩笑话吧。 真的到了那个时候,估计他会比任何人都认真,不过银宝说是想在35岁的时候再结婚,不一定还会更早的认识自己的白马王子。 你们说是吧,真的很想看到他谈到恋爱,被人保护。